各位同學,我們今天繼續學路訊一宴小事,今天是第三課。 好,我們已經學到第十段了,現在讓我們看看第十一段吧! 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愁處, 仍然參著衣的被駁,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我有些差異,忙著看前面,是一所巡景分住所。 大風之後,外面也不見人, 這車夫扶著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好,首先我們看看, 籌處,為甚麼呢? 籌處,即是猶疑不決的意思。 即是說,那個車夫聽到老女人的說話, 即是說他跌傷了之後,想都沒有想,便扶著他的手臂。 上次說了,參,即是扶的意思。 這樣呢,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我們再看看,車夫扶了那個受傷的老婦人去哪裏? 我們看到,就是巡景分住所。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警署之類的東西。 我們看看,車夫的行為, 即是他扶老婦人去警署的行為, 顯示出車夫是怎樣的人。 我們在這裡看到兩個重點, 關於車夫的重點。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個車夫是沒有懷疑過, 那個老女人是否在說假話。 也就是說, 他直覺覺得那個老女人是在說真話。 即是真的跌倒。 而第二件事就是, 他扶了他去警署報警。 那兩件事, 其實顯示出車夫是怎樣的人呢? 很明顯我們知道, 就是他很正直和善良。 為何正直呢? 因為他不會懷疑那個老女人是在說假話。 他覺得別人就是在說真話。 說得出來的就是真話。 第二件事, 他願意去幫助一個整傷的人。 很明顯他也是很善良的人。 之後不止, 他還把那個老女人, 即是那個老婦人, 帶去報案。 那在整件事上, 他當然是負了一個很大的責任。 就是他又要扔下, 不要忘記他是在載這個老婦人上去的地方。 但是一遇到那個老婦人之後, 他完全不理老婦人, 他完全不理老婦人。 然後就走了去扔這個老婦人去警署。 這樣呢, 都可以顯示到, 他知道這件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一定要先去做。 我們再看下去, 這個第十二段, 看看作者對車夫這樣的做法, 有什麼反應。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 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 殺時高大了, 而且越走越大, 衰養是才見。 而且他對於我, 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 甚至於要抓出皮袍, 下面藏著的小奈。 首先, 我們要看看作者究竟如何描寫車夫的身影。 那個後影, 後影就是那個背影。 那麼呢, 他呢, 就寫到, 覺得他滿身塵灰的後影, 滿身塵灰的後影, 殺時之間高大了, 更越走越大, 須養是才見。 看吧。 看, 仰視就是抬頭看的意思。 那麼, 大家覺得, 其實是否真的, 車夫真實的形象? 這個後影, 是不是真的呢? 那其實當然不是 如果不是,為什麼作者要這樣寫? 因為在現實裡面,車夫是不會突然高了 也不會高到你無緣無故抬高頭才能看到他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其實這個形象,這個車夫的形象 是作者的一個主觀的感受 我們看到,他其實感到那種異樣的感覺 就是他一個主觀的一個感受 而這一種異樣的感覺 就令到他覺得,車夫為什麼這麼高大? 其實這個高大,不是真的說他的車夫是真的高了 而是說車夫的人格 是很高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作者 即是路上,看到婆婆跌落地 是覺得他假裝的 不是真的傷了 但是車夫就不是這樣想 他根本上沒有懷疑那個婆婆跌落 是假的 那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那作者是否會覺得 就是這個車夫其實他那個 那個人格是很高尚的 而他為什麼 而為什麼他下面要寫到 藏著了一個小字 在他那件袍 即是他那件用皮製的一件外套 就是他覺得 相比之下 他自己呢 就是渺小的 由於他就是有這種感覺 他不是會覺得 有了這個覺得自己很渺小 而這個車夫是很高尚的這個感覺 他不是會突然之間覺得 看著這個車夫的背影的時候 會覺得他高了 其實這裡是暗示著 車夫的人格是高尚的 剛剛也說到了 車夫的高大 即是人格的高尚 和這個作者 即是魯迅 他藏著的小 即是覺得自己很渺小 這裡其實是用了一種 修辭手法 是哪種修辭手法 就是這個對比 就是用作者的小 他那個渺小 去跟車夫的高大 人格的高尚 去做一個對比 如果是這樣 這個對比 就會有什麼效果 就是可以更加突出到 這一點 高尚 車夫的人格是高尚 這個形象就會更加突出 而同時 也都顯得 作者這個渺小 是顯得他怎樣 這個渺小 是顯得自己是自私 而且是冷漠的 因為他沒有想過 一開始就已經不覺得 那個老婦人呢 是真的跌倒的 覺得她是假裝的 如果我們去跟前面 比較的話 其實會發現 作者他內心的感受 是有很大的變化的 在前面第十段 講過什麼? 就是當作者看到老婦人跌倒的時候 是覺得她假裝 而這個車夫 還要去扶她的時候 那時候 作者是怎樣想的? 她覺得車夫是多事 而且是自討苦吃 但是 當繼續看下去 她看到什麼? 就是車夫想都不想 去扶起老婦人 然後帶她去警署報案 更加要的時候 其實呢 已經顯出 作者有一個新的體會 體會 這個體會是什麼? 就是她覺得車夫的人格是高尚的 而那一刻就顯得她其實是渺小的 那這個體會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其實 作者呢 她呢 是有一個反省在裡面 還有呢 她是覺得很慚愧的 因為她當初不相信 這個老婦人真正是跌倒 覺得她是假裝的 我們再看看情節如何發展 去到第十三段 我們的活力這時 大約有些形製料 坐著沒有凍 也沒有想 直到看見分住所裡走出一個巡景 才下了車 在這個時候 作者心裡會不會有很深刻的反省呢? 雖然是這樣 但是她同事有沒有實際的行動呢? 我們看到呢 文章寫到 這個時候呢 她整個人呢 是有些形製的 形製了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她 其實是覺得很詫異 和呢 是在反省當中的 亦都因為這樣呢 其實呢 她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呢 她就坐著動都不動呢 又想都不想 完全呢 整個人呢 是停滯了這樣的 好像 但是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些什麼 我們看到些什麼人過來啊? 就是呢 一個巡景 這個巡景呢 就走過來 而 這個巡景 會對她說什麼呢? 件事最後又會怎樣解決呢? 那我們就留下一次再說了 我們用兩條題目 去總結一下 這一節 究竟學過些什麼呢? 第一題 車夫符老女人 到哪裏去? 從這件事反映出她又怎樣的性格? 第二題 為什麼作者覺得車夫的後影殺時高大了? 而且越走越大 他們事情是 violenta 既然養事才見 ? 既然安然 這是 內容 感谢观看 好,我们一起去对答案吧 第一题 我们前面说到,车夫其实就是把老女人扶了去这个巡警分住所,即是警署 也就是代表反映到她的什么性格 因为她没有怀疑老女人是说假话的 还扶她的报案 所以可见她是一个正直善良,很负责任的人 第二题 为什么作者觉得车夫的后影纱时之间高大了,而且越走越大,要抬头才可以见到呢? 因为后影纱时高大,其实是人格的高尚 而令作者觉得自己是妙少的,所以就令她有一种错觉出来 就是觉得车夫越来越高大,更越走越大,要抬头才可以见到 她所说的高大,其实是暗示车夫具有正直善良的品格 是自己望尘莫及的,自己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